喔~~ 女生比較愛漂亮 所以我們讓他效果好一點 謝謝 謝謝主持人 好 那我開始囉 那我要講的是Mr.Vox 那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Masky 我在Pinkcoy工作 那我是一些Conference speaker 那我也是腳拍神 我很愛拍神 然後有興趣的話可以看網頁 好 那聽說 這是CodeCover講的習俗 就是要前一天才做完簡報 然後 抱歉我剛剛 30分鐘前我才把我今天 要Lindany Talk的東西做完 好 真的是蠻可怕的喔 簡報剛剛5分鐘前才做完 好 所以就覺得 人活好的好 幹嘛要辦法 幫我Lindany Talk 好 總之我做完了 那Mr.Vox它是一個網頁喔 網址是 M-R-B-U-S-W 好 那我們想解決問題 就是 台北市政府的PDF 茶群顏面非常的破隆 其實今年都已經是2013年 竟然還有這種網頁 而且還是政府的 非常的厲害 好 那它充滿了一些無用的資訊 那其實跟我們的政府其實 蠻像的啦 對 好 就是它一個頁面上列出了很多站牌 但基本上你搭公車就是一站到一站 其他站隊來說都是不需要的資訊 好 那如果你要開 你要查兩條路線 你不要說你要從 你家到 從這邊回家 你有兩條路線可以選 你就要開兩個頁面 三個人都要開三個頁面 四個都要開四個 五個人都要全部開 對 好 所以就可以選一下 好 那 好 才是它的網址 好 它長這樣 好 那 就很簡單 它可以很簡單 你用搜尋 你幫它圖文S 你可以在那邊打 keyword 不一定是全部的 它可以發自己search 那下面就會出現 上官的站牌 然後 資料也非常簡單 它會把所有 在這兩個路線上的站牌 的路線全部列出來 好 那也可以多選 好 那這樣之後 比方說說 像第一個它是世貿三館 第二個是世貿中心 一個等兩分鐘 一個不知道等多久 你就可以知道說 我現在應該要蹲跑 向世貿中心 而不是世貿三館 對 好 那這個東西 還有很多想做的 就 可以利用終點站來 唉 什麼 喔 好好 好 嗯 希望就是可以用終點站來 顧慮路線 然後還有用 然後地理位置資訊 就是HTML ByGeoLocation 來做 來讓你可以查附近的站牌 然後 也希望用 BetaMining 或者是什麼 希望你的方法 來讓等待時間更進去 那也希望可以做一個 用時間為基礎的轉成規劃 那預計會用 開心的Graph Tool 來做 那如果你有興趣的話也可以 我們也可以討論看看 那最後也希望我們可以做一個很漂亮的圖形畫 只要呈現 那可能會用第三JS 好 那Live Demo 好沒有其實我不太敢 好好好 總之就是Mr.Buzz 王子是M-R-Buzz 打DW 好 那請大家表采了他 謝謝 謝謝 好的 勞 Jonathan 谢谢大家